另外在手機裡面搭載的內容的部分,我們這次有幾個特別的地方 首先是有Nokia導航的這個部分 Nokia導航這個程式是一個車用導航程式 它有全球免費圖資下載跟全球免費輿銀導航這兩個特性 也就是使用者可以透過WiresLand這個方式來下載全世界各地的圖資 消費者可以在出國之前透過WiresLand他先下載好當地的圖資之後 他到當地就可以直接用這個語音導航來使用 第二個部分的話是我們這次另外還有提供另外一個程式 叫做Nokia這個地圖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的話是我們開放給所有的這個Windows Phone的這個消費者來使用 消費者可以在這個Marketplace上面這個來下載這個Nokia地圖 那這個程式的話我們有世界各地的這個當地的這個語言的這個圖資 它提供這個行人步行導航跟這個POI查詢還有大眾運輸諮詢查詢的這個功能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是我們這次的話還有這個 傳輸聯絡人這樣的一個功能的這個設計 傳輸聯絡人它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也就是說它協助我們將 將舊手機上面的通訊錄資訊透過藍牙的方式傳輸到新手機上面 那目前的話很多的消費者已經在使用我們所謂的雲端通訊錄這樣的一個概念 但是還是有很多消費者他把這個 那個聯絡人的資訊是存在手機本體上面 那當他購買下一個智慧型手機的時候 他就需要一個轉換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所以我們就提供這樣子傳輸聯絡人這樣的一個應用程式 讓消費者可以透過藍牙的這個方式 把原本手機本體裡面的這個通訊錄資料傳到新手機 這個Nokia Lumia系列的手機上面來 那最後一個部分我想要 就是…